为了让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小太阳关怀协会主办新陈景分局协伴在秀林部落举办了暑期青春专案篮球赛 由侦察队队长及侦察队同仁前往现场实施青春专案六大主轴的宣导 同时也和学生们一起互动打球 希望可以拉近和学生们的距离 为了让正值暑假期间的青少年们可以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由小太阳关怀协会主办新陈景分局协伴的暑期青春专案篮球赛 并且由政材队队长率领政材队的同仁们前往现场实施青春专案六大主题宣导 同时也与学生们一起互动打球 希望能够拉近学生们的距离 透过预教娱乐方式让宣导方式更加贴近 最主要是我们在暑期有暑期课后辅导 我们又排了很多的课程 包括小朋友写功课写暑假作业 还有我们也举办了篮球营 还有手作的一些 还有足球营跟一些舞蹈比赛 我们甚至会办到街舞 这次因为我们篮球营 这次得到部落的每一个小朋友们热烈的回响 所以我们今天也结合了花莲县警察局 所以虽然你们是被保护 但是要知道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不可以做一些超出以能力放途的事情 就是不可以骑摩托车 你们没有驾照 也可以不可以随便跟着陌生的人走 不可以随便听别人的 做一些 维护我们小朋友在暑期应该的规范 而且学校一直都要求你们 你们要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所以不可以做坏事 对不对 要听妈妈的话 现在很多诈骗集团 不要被人家骗人 不要因为说要给你们糖果 给你们什么东西就跟他走 再来也不要吸毒 不可以喝酒 这样你们知道 今天真的来到这边 小朋友来打篮球 把你们的体力 全部浪费在运动上面 晚上回去好睡觉 好好打球 非常有火气 因为我打了二十几年篮球 肢体动作都很大 尤其在争胜负的时候 希望大家 要均指是针 不要打起来 打起来我就会出现 希望大家顺利的 好好的玩这场比赛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 为了让青少人朋友们 可以远离步伐事务 并且培养正当良好的运动习惯 并且伴随青春专碍联球比赛 同时也可以让学生们 更加愿意倾听宣导内容 暑假期间也请家长 度留于孩子们的动向 同时也会添加生意的时候 务必过滤来电的身份 避免流流未成 以免出发 记得教会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